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Ivan 很高兴吳仔这个频道 42万订阅 希望大家先给个赞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 和一个不简单的成绩 我相信如果你说 纯粤语的华人来说 他绝对是第一位的 评论员 而小弟一定要急起直追 学习他的说话技巧 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 今天想说一下 究竟香港 大部份人多少才是有钱呢 如何才是富豪呢 原来香港和 美国不同地方 富豪的定义都很不同 上次也说过 上海一千万也算是窮 因为大部份很多人 收入都很厉害 你不要告诉别人 在上海 比比街市 但如果香港8万10万 已经算是最最高的6% 的薪金工资了 所以每个地方的贫富 原则差别都很不同的 所以今天和大家研究分析 究竟有钱人的特质 性格 他们通常的行为 究竟有什么不同 和普通人 近几年疫情的事势 究竟有钱人的钱 是放在哪里的呢 如何可以找到更多的钱呢 而我身边所认的 通常有钱人 但是他们做什么 他们通常会如何 令自己更多的钱呢 所以今集内容非常含金量高 希望大家可以赞 订阅和分享 支持我们的新书 一千个收息理由 有很多不同的收息理财工具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 五仔 整天说我Ivansir有钱 其实我真的不是特别有钱 只不过 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 听到回来 或者学到的有钱人的方法 我自己也不是含着 我自己家人 很多都是从事金融行业的 包括有些亲戚是做地产行业的 所以从小到大 他们都依然沐掩 都教了很多这方面的道理 但其实大部份都是打工 去存钱 去赚钱的 你看到香港其实也有很多 打工皇帝 包括李嘉诚 底下 霍建宁 去年也加薪6.5% 年薪差不多2亿 2亿港元 真的不少 还有腾讯 这个刘次平 都4.3亿人仔 挺夸张 所以每个地方 都有一些人是打工 找很多钱 但确实 打工真的要赚大钱 不是那么容易 人物要好 能力 所有东西 管理一定能力 才能做到一个高层的职位 最近 有一个前打工皇帝之称的 恒大 副主席 经营行政总裁 夏海军 最近不行了 又要卖了一层楼 叫价1.6億 6千万 北角的 柏奥山 六座 一个复式单位 高层 成交是1.56亿 2千多尺 2千8百多尺 五房间隔 千多尺的平台 还有六百多尺 空中花圆 还有泳池 没办法 因为之前 恒大爆获 要离开恒大 因为中途要离职 所以他也要想方法放手 香港 这个豪华级的会所 我也去过 柏奥山 上次有朋友去搞 生日会 还是婚宴 婚宴 会所挺漂亮的 不知道他搬了没有 中间有个泳池 整个会所包着 真的挺豪华 挺舒服的 说回做打工皇帝 真的不一定 位置好穩 如果你管理得不好 公司倒闭 爆大祸 还不到债 自己也要引够辞职 或者被人解僱 所以 你不要说打工 确实是很难 一世都很坏坏坏坏 平坏坏坏坏 真的不多 所以我什么时候都觉得 做生意 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不过小弟我 我自己也不是做生意起家 其实当初也是因为 基元祭遇 我的家人就认识 买一间厂 那间厂真的差点倒闭 想方法 如何挽救这间厂 大家有加勤 包括我自己也有加勤 买了一间厂 去接管管理厂 其实这个道理也很像 股神不菲特 其实他也选了很多 煙头 什么是煙头 如果听得多 你让老板做好看 就知道了 就是选一些 在逆市的时候 股价或市值低残的时候 买入的公司 这些就叫煙头 确实有些公司在逆市的时候 虧很多钱 但其实他有一定的客源 一定的销售营业 这些公司将来也有机会 起死回生 所以不要说 别人做不到 是不是一定自己做不到 不一定的 当然你有管理的才能 你有一定的技术 其实在香港 有一些小生意 或者本身是一行专业的技能 无论是医生 律师 护士 或者是一些 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都有赚钱的很多 香港 百万富翁 即超过一百万 全球排第七位 不算特别多 因为按年少了27% 也是全球富翁 百万富翁的排行榜 跌幅最厉害的一个城市 所以这个疫情 影响了很多中产 无论是打工的皇帝 一些专业的中产人士 一些小老板 都是少了很多钱 比人少得多 一个英国移民公司 他统计是一个高正值的人士 他认为有多少钱才有钱呢 大概是七百八十万港币 即是一百万美金 才有些钱 我心想这个定义会不会太少 因为其实也不少香港人 可能当初三五四百万买层 现在至少五六百万 六七百万 只是层楼都已经佔了很多 还有出息 投资其他东西 买股票 或者NPF 加加买 过千万也不少 所以以前说 什么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 这个定义太低了 明明看少香港人 很多人都过千万身家 在香港 因为香港上一代 很多人都喜欢投资资产 特别是房地产 房地产 在过往十多二十年 都升值好几倍 你以为香港人很有钱 其实美国也有很多有钱人 美国他们通常认为 最有钱的人 通常是多少钱呢 220万美金 即1716万港币 17万不少 这才是在美国 西深富人行列 一般人觉得 大概56万美金 就应该是富有 即400多万港币 我想香港也不少人 有400多万 通常有层楼 最少有300-400万 无论居屋也好 很多公屋也升了不少价值 我觉得400多万也算是富有 因为在外国真的可以很好用 很多东南亚都可以退休 这件事 香港人和外国有些定义是很不同的 外国怎样为 我知Welfry 富有 其实通常他们会将 财富和幸福 连在一起 有5成3的受访人 在外国 他们都说 跟家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比拥有更多钱 是更有富有的感觉 所以他们说 4成的人觉得 幸福感 才是富有的 真正有3成的人 觉得有钱 有金钱 才是富有的 另外26% 他们认为 有资产 才是富有的 真是不贵 香港人大部分 工作 打工 做生意 都好 基本上很少跟家人 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很少一起去BBQ 你看到外国 通常拍摄 电影都是这样 大家去烧饭吃 不仅只有TVB 大建局才烧饭吃 他们经常每个礼拜 团聚 或者去一些教堂 一起去 去慶祝 去玩 基本上他们的 connection 非常强 幸福感 很厉害 你说香港真正有资产的人 一半都没有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钱去买楼 那些楼子又这么贵 所以又要首期 不是每个都做到 大家都觉得幸福感很低 所以不觉得自己很富有 那钱更加少 因为基本上 疫情很多中产都找少了 反而最低层的那些 就未必找得少 但是现在人工工资都加了 很多东西都贵了 你手上每一元的购买力都在削減中 这几年通胀这么厉害 基本上现在买菜 没几百元都买不到什么 真的太贵了 外国的CNBC一个统计 过一年百万富庸 增持现金的比率是大大提升了 由年多之前 16%增加到24%的现金 放在自己的组合里面 似乎很多人都 很多人都被楼市和股市 上年吓了 都仍然觉得 2023年的股市 都仍然是挺疲弱的 所以真的很多人都 都宁愿持现金 就打算 看看有没有一个长线投资机会 看看将来有没有机会 可以谷底反弹 可以捞底 但始终现金的回报是非常低的 如果你放在银行 现在可能有三厘到四厘左右 但其实长远来说 都没有三厘到四厘 大半时间可能只有一厘 两厘都不到 所以Cash is king 通常大半时间都不成立 如果你持有太多Cash 其实真的会被通胀跑输 现在好像这几个月 股市是好一点点 其实外面很多股市都创新高 例如 印度已经创新高 日本也是创新高 前几个月 英国的股市都创新高 所以如果你说 只是持有现金 完全100%持有现金 那就惨了 真是完全跑输大事 虽然鲍威尔最近说 今年就不应该会减息 可能再加多两次0.25厘 但我觉得高息的环境 也不会长远维持下去 始终有一天 利息可能会走低一点 不论明年或后年 大部分人都会预期的利息会减 所以如果你说 只是持有现金做定存 确实不是一个长远之计 你搞了几个月 再搞了几个月 那你还可以搞了几个月呢 我始终觉得 都是要投资资产的 资产 债券 今年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买债券 因为债券算是一个低位 十几年的低位 另外就是一个股市 股市相对地 现在都不算是特别高 但是 你知道股市的风险比较大 所以就不应该放太多 其次我觉得 如果自己有能力 你说我本身都租房子了 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支出出去 那是否可以在这些时势里考虑一下 买房子呢 我不是叫大家买一些很高 很贵的房子 如果你说上车盘 一些比较低门楼 其实都是可以值得去考虑的 那你真的要比较一下 究竟自己的供款能力 因为始终仍然在加息周期之下 你说真的要去到 减息周期 那可能楼市已经回升了 但是其实如何去拿捏这个转角位呢 我相信 都要看回自己的经济能力 你说你买房子 起码是供二十多三十年 其实一两年的变化 我想就不要太着意 那当然 你真的要想一个好些的时机 有能力去供的 就不要说去做什么呼吸 plan 就是别人就叫你怎么买 几成手期就算了 那我觉得真的要看回自己的钱包 好似我那样 我有空拿债券 拿一些基金 来收息 就抵消了一些开支 变成不用太贫能 走去又怕会不会被人炒 工不起房子 不用太担心这方面 不过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很聪明 因为为什么香港人 全球是排第四的IQ 当然IQ高就不一定代表发达 你看到全球最高IQ的地方 日本第一位 106 台湾106 很厉害 日本和台湾人 但是台湾又不是特别多有钱人 不算 所以IQ高不代表特别有钱 第三个是新加坡 105个IQ 接着才到香港 其岁的其实是中国、韩国、白俄罗斯、芬兰 列斯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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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斯顿 列斯顿、列斯顿、列斯顿T一点 我想这一个力量的IQ 没有意见到 还有第十位是德国和荶兰 德国也 могу 我也我也 Halloween IQ高不高真的和地方有没有钱是没什么关系的 大家都知道一个叫八二定律 全世界80%的财富就将在哪些人手上呢 将在20%的人手上 变成分布也挺悬殊 很多IQ的人 为了想多一点的知识 宁愿选一些人工比较少 但可能需要更多专业技能的工作 例如哪一类 研究那类 医学那些 或者建筑那些 相对这方面 要投入的时间 生涯比较多 人工未必特别高 尤其是如果说市薪来说 市薪低 但他们宁愿这样 可以令自己的成就感 满足感更强的 有个专业的能力 让人看到威衰 所以说呢 全世界 好像Elon Musk Jeff Bezos 那些有钱人 阿马逊 Tesla这些主席 这么有钱 又试有诚 又敢冒险 这么厉害的人 IQ又高 实在非常之少 所以在利物堡大学 有两个心理学家 研究了整合了 全世界大部分有钱的人 他们有几个重点 三大关键 影响到他们将来有没有钱 第一件事 就是教育 这件事我非常同意 为什么 因为我身边真的有个亲戚 因为教育 令到他的子女飞煌腾达 我本身有个阿姨 他家里不算是特别 非常有钱 也不是太差 他也很希望子女将来可以孝有成 他仍然一直都觉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问题是 你知道香港教育不是很有钱 可以买到学券 买到学校的债券 或者是真的有熟人 基本上很难进入 尤其是香港有些学校 有宗教背景 如果你不是认识神父 不是认识修女 基本上很难进入学校 我这个亲戚 他每天就站在学校的门口 他很好奇 那些人怎么能进入学校呢 如是者 一个星期 几次站在门口 那里的修女就很奇怪 问你什么事 你是不是去打劫 是不是来老套小孩 担心他真的问我这个亲戚 你站在这做什么 我这个亲戚就很 坦坦白白跟他说 我其实很想那些子女进入你这家学校 但又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问他有什么最好的方法 自此之后他真的跟修女混熟了 又去参加他们的 宗教活动 所以 关系好了 最终令到子女进入这家学校 读了名校 因此 全家的 事业 人制关系都非常之好 我家里也是一个反例子 其实我家人 不是很着重我开始的教育 反而他们就觉得 你读了大学 读多些书是重要的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时代 基本上 基本上 你放在教育的资源 应该是一个正三个人 不是一个道三个人 因为很多人就想着 越大年纪 小朋友 应该在大学 读一些更好的学校 或者是中学的时候 读好一些 其实就应该 由小 他的培养 他们的教学 应该是更加多的 资源应该更加丰富才是 这就影响了我今天想说的第二个点 有钱人通常他们的人物是非常好的 当然人物是如何建立回来的 当然 如果你说我不是 帮李嘉诚 做事 或者李小基做事 就算你帮他做事也未必知道他们 未必跟一些很有钱的人一起共事 接触到他们 那你就要想方法 怎样打通人物 确实现在去到21世纪 虽然现在不是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 但是 仍然是有那种 上品无荷门 下品无是族的情况 发生的 即是怎样 其实基本上有钱的那些 通常跟有钱的玩 他们本身家底好一些 读的学校好一些 制愈都好一些 虽然人们说富不过三代 但其实 社会的流动性是很低的 所以令到自己有钱 一定要想方法 怎样跟人们的 人物关系非常之好 大家看过 毒舌大状 谷德超说什么 认识多几个朋友 拿多几个数字 有益心心 他都这么说 人物关系好的人 通常有什么特性 人比较谦厚 有诚信 因为其实有诚信 就等于你有钱 我不是特别有钱的 但我觉得 有诚信是很重要的 所有生意都是 你都是靠口碑 商语 其实当年 很多人相信马云 投资马云的盘生意 绝对不是因为 他想的计划 很丰富 坦白那大部分人都做电商的 很多 但其实感觉上 人们都是相信马云这个人 相信他将来 不够做得大 所以现在 孙正义就是投资那么多钱 如果找第1个英俊 Farlane Can 去售这个 阿里巴巴给孙正义 我想他也未必会上当 当然因为这件事 他也赚了很多钱 所以总括而言 你要有人物 本身的诚信 你的祭遇也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祭遇就要劲力一点 要多认识不同的人 出门靠朋友 这个很重要 识人比识字好 最后一个就是 运气 就算你做到刚才那两点 又有人物 你的教学水平很好 技术能 技能很厉害 都要靠你的运气 李嘉诚人物好 因为他那时候是太太 家人那边有钱 打搬给他做生意 但如果他拿了钱 去赌 去搞其他东西 都未必成功 但最重要就是 有运气 刚刚愿意着一个美国大客 走来香港 看他的厂 就说要 弄很多胶花 做制衣 变成 真是风山水起 所以运气也重要的 当然啦 你自己要 要聪明啦 有运气的时候 你又不懂得用尽 真是会浪费的 所以那些人 一命二运三风水 接着四职阴德 五读书 即阴德就是说 人物关系 你和别人的教制 你有一定的 技能 还有就是读书 很重要 就是教育 所以这些古语 都有一定的智慧 而我觉得 很重要的是 人的性格也很重要 所以我看到大部分有钱的人 都有哪几种性格 第一件事他一定是 很有自信 强烈的自我意识 就是做事很果断 自己知道我的分寸是怎样 目标很清晰 第二件事就是 执行力是非常高的 我见到 好像小伙子那样 做事非常快 这些才是有钱 心有钱 行动上也有钱 决断力也非常高 这些通常目标的机会大很多 因为人家还要想 我怎样做 这些人就不是 一想就立刻做了 想都没有时间想 当你做事 想都没有时间想 做了 做了就算了 很多人都是 说话就很有压力 做 就无人为力 所以做得快就很重要 记得一篇电影说过 天下无功 无坚不吹 唯快不破 当然是周星驰的功夫 很记得这一篇电影 做得快就好世界 做得慢就没有鼻歌 除了做得快之外 还有什么 第三个就是 要有专注的能力 和 有耐力 我在我本书 李比老板早上也说过 你一定要有体育精神 奥林派克的体育精神 做事你才能长远 持续 行久才能做 很多人 有少少风险不受得 买个基金 跌几个价位 今年亏钱 就算了 你真的没有那些耐力 很难赚大钱 尤其是股票 更加是 你的专注和耐力 不是听别人说什么 要不断分析一下 不同公司的业绩 公司的前景 将来做什么科技 你投资不是只投资一样 你投资很多样 那你这个功夫呢 这些财经的功课 是绝对不可以 所以 我经常都看年报 经常都留意 财经的新闻 如果你说我真的很懒 你听听我多些节目吧 第四就是一定有创新的能力 你有个独立的思维 如果你没有什么独立思维 你绝对不会将来成为一个有钱人的 因为大部分 令自己有钱 都不会跟随别人羊群心理的 一定是想一些新的智慧 创一个新的生意出来 很多那些什么AI 人工智能 大数据 全部都是天福性的 可以令到社会有大的进步 你才有方法 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那当然 去到最后 看看 如何是理财 省钱很重要的 我认识的大部分 有钱的人 无论做生意 开厂的都好 非常非常贼劲 我认识一个做厂的人 他很厉害到知道 连厕所剩下几个卷设置都知道 真是的 上次都要省回来 如果你真的 随便挥霍出去 扔出去 那些人真的做不到大生意 赚不到大钱 因为所有的说法都是关于管理和你如何控制成本 如果你不懂得控制成本 那些钱不断流出 那些人又 穿桂桶 乱乱乱乱都真的不够贴 所以 很多东西 又要省钱又要理财 所以做有钱人 辛苦 当然是辛苦 要很多事情要考虑 是的 如果有些人真的连钱 管钱也不喜欢 那你真的 不可能 赚到 大钱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记得要怎么善用你的优势 怎么可以做好教育 做好你的人物关系 令到你的运气更加提升 当然 真的要努力 真的要醒目 很重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 不同理财修息的方法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